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轩 我直接挑重点讲了啦 我告诉你 目前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是不可能的 因为台湾有核弹的 核弹能不能用我不清楚啦 但是我确定台湾真的是有核弹 你打了也划不来 这是目前办不到 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大陆的朋友 他们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很简单 台湾人 我周遭的人 我问过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 其实台湾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 他们只要生活过得好 他基本上今天这个国号叫什么 他根本都不在乎 你懂那个意思吗 想问一下 您是在什么年龄段呢 您是在什么年龄段 我38岁 您说的是有核武器的核弹 不是有核电厂 是吗 核武器 不是核弹 核子武器啊 对啊 您继续说 把您想说的先说完 嗯 姑且不论我讲的这个对不对 反正就当做我讲风话就好 这个目前武统是不可行的 在我看来不可行 我很多大陆朋友每次问到我这个问题 我直接聊到跟他们讲 你只要中国大陆发展的好 你的国民年收入生活水准到达一个水准之后 然后跟台湾差不多了 甚至超出台湾了 台湾自然马上就愿意接受同意 你懂那个意思吗 现在台湾人怕的就是 失去我们原有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在台湾的 怎么讲 国民所得平均来说 应该是稍微高一点 如果比起 当然是跟 可能中国大陆第一线城市 可能上海 上海那些可能是比不上 但是平均来说应该也是在中上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台湾人就是我的观察 尤其是这一两年 这个媒体 就是民进党他一直制度买媒体 他一直花大钱 然后他养了很多侧义网军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定有拿一点民进党的好处 就是每天在那边帮他宣传 黑的都讲成白的 对不对 你看不要讲什么 我讲一个最直接的 选举前 八年前选举前 在那抗议说 抗议啊 什么国民党烂啊 什么罔顾国民健康啊 要开放什么美国瘦肉精的猪肉进来啊 牛肉进来 结果搞了半天 他现在选举完 他要开放了 嘿嘿 他跟你说 放心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我们的安全标准都是按照什么国际 卫生组组织 把他讲一大堆废话 那我就很想问 你把我们当白痴再说 你选举前你怎么不讲 对不对 你选举前讲的易薄鱼 也就是放心 我们不会开放 我们会坚守国民健康 一切都是屁话 所以说 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没有错 他就是先骗啊 反正先选到再说 选到之后 能够熬就继续熬 熬不过的话 再用这些车衣网军啊 再买媒体啊 一直宣扬说 政府遭受美国强大的压力 我们要体谅政府啊 然后怎样怎样 大概就是这种套路 对啊 总结一下您的观点就是 现在一个是民进党在用他的宣传武器 然后在宣传让很多人上当受骗 对 他就是花钱一直在 而且他还把就是 他当初 当初抗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他抗议国民党做什么 你正当介入校园啊 结果搞了 国民党就笨蛋 退出校园之后 他就进去了 这个事我都知道 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然后我问您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就简单说一下 您的观点是 一个是现在民进党 然后在洗脑台湾民众 另外一个您觉得现在不适合 就是大陆武统台湾 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打了台湾 就是台湾现在就是 以您的说法的话 台湾有核子武器有核弹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是因为现在台湾民众的平均收入 是要高于大陆所得的 所以台湾民众可能会觉得 大陆统一了台湾 台湾的收入会降低 失去很多东西 所以说您觉得现在不适合 是一个武统的机会 然后您有很多朋友在大陆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去过大陆的哪些城市吗 我没有去过大陆 就是现在还没有去过大陆对吗 对我没有去过大陆 但是我朋友去过大陆的 他们都说大陆不错 每一个去过回来都说不错 包含他们跟我说 中国高铁做过之后 我们台湾高铁 就是等于是台湾废铁 烂 但是台湾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台湾高铁很厉害 然后怎样 就笑一笑就好了 想问一下您 您觉得 这没有什么恶意 因为我们正常的沟通 您觉得 大陆的哪些城市 会是收入比较高的城市 或者您知道的大陆 比较好的城市 比较高的城市 应该就是上海吧 我知道的是上海 上海 北京 深圳 厦门 听说好像收入也蛮高的 我大概知道 大概就是这些了 好像是比较靠沿海的城市 应该 哦 还有什么青岛 这些靠沿海的 好像都收入比较高 就是你们大陆 都讲的第一线城市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您刚才说就是台湾的平均收入所得比较高 那如果您觉得就是咱不提那种收入特别高的 就是说现在普遍年轻人的工资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份 嗯 调查报告 可能就好长时间工资没有涨 就咱不说他们说2.2吧 就2.3k 就是一些年轻人普遍的收入吧 台币2万3 对这个没有说错 对吧 您觉得就是因为它的平均收入 要比大陆的平均收入所得要高出很多 然后如果说我拿着2.3k 就是新台币的收入 我不去就是像您说的北京上海深圳 然后什么厦门之类 我去一些其他的 就比如说二线城市 我去那边是可以生活的很好吗 这个我不确定 因为我听我大陆朋友说二线城市好像 那个物价也蛮高的 我刚才我刚才口误啊 他们跟我说是23k 我那个k总搞不明白 反正就2万3 反正就2万3嘛 2万3 我的我的口误啊 我的口误不好意思 就是其实就为什么问您呢 我之前也是跟一些 就是比较好的台湾朋友说吧 我说就是不要相信民间的流传也好 怎样也好 这是视频看到的东西 就有机会来大陆这边转一转看一看 或许观念会改变很多 因为不管这种东西 别人嘴上怎么说 是很难相信的 还是就是实地去看看 所以我也说 疫情过去有机会 我也去台湾那边转一转 因为你总做台湾节目 连台湾都没去我 你做啥 所以我也会去台湾 台湾的节目 当笑话看一看就好了啦 真的啦 我包含我上班的时候 我们里面年轻人 有几个人 以前我当兵的时候 有年轻人有问我 他问我说 为什么 什么台湾有一些降临 什么一退休之后就跑去大陆 然后去参加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共产党的什么党庆 还是什么 我也不懂 就是共产党的活动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这样算不算叛国 我告诉他 那是你的认知 这些将领叛国 在这些老将领的认知 他们认为是 一个国家 两个政府 我今天我不管帮中华民国 还是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都是为了我的国家 你民进党跑去 舔日本 跟美国下跪 你们才是叛国 我说 这个在老一辈的将领 国民党的将领 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 我说这个是个人观念的问题 我是这样跟他解释 对啊 那问您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 也不能这个东西 直接就说否定下来 通过您的渠道认定台湾有合作物期 能简单说一下是怎么知道这样的消息吗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我有看台湾的政论节目说 台湾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允许下制造合作物器 然后但是 他少年 包括就是台湾有能力制造合作物器 然后也许是被美国之前就是停掉了 或者怎样 但是您的说法是现在已经有合作物器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是通过什么渠道 就是知道这个内容 或者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怎么说 这个当初是 这个怎么说 这个当初是 那个谁啊 宋楚瑜啊 他有一次 我忘记是他在 他在哪里跟谁讲 他自己说六嘴 因为宋楚瑜他早期他在国民党里面 好像也当到国民党的新闻局长吧 我印象中 反正他就是也算是政府的高层那一队 因为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算是半退影的状态 他因为亲民党也是没落的嘛 他有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好像是说六嘴 然后 记者一直追问他说 宋主席不好意思 请问您刚才说的那个 他就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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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你就当做 我乱讲话就好了 哈哈哈哈 对啊 那可见 他说当初他当新闻局长的时候 他说有三倍核单 美国有派人来拆嘛 应该是没有拆干净 那就当时 当时台湾要制造户务器 最后被老美停掉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造出三枚核弹 然后但是老美过来拆了 但是没有把核弹全部拆光 可能还剩了 比如说剩了一发 或者剩了 就是稍微组装一下 就能重新使用的核弹是吗 因为当初宋楚瑜接受 听说是这样子 但听说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想 不管今天有没有核弹 你今天打仗 没有一方是赢家 大家都是输家 是不是 打仗是要死人的 对这个东西我是认可的 所以说我最早是支持核同 但是核同已经无望了 我是支持斩首 但是斩首无望的话 就没有办法 很多 像我昨天说的 很多人的心理预期 并不是希望打仗死人 很多人是希望和平回归 和平统一 但是当这个东西 这个幻想已经破灭到时候 包括现在看的台湾的所有的媒体 被民进党掌握的媒体 报纸所报道的内容 一些说法 本来的时候 大陆网络没有这么开放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台湾媒体 报道大陆这么恶心 但是一点点开放以后 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 通过网上通过士兵平台 可以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 就是在描绘大陆的时候 是把大陆描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就很多的人 就是激起了两岸之间的民分 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 报道的都是学到的东西 教科书上教的都是台湾日瑞坦 我还记得那个语文课本 然后人好水好什么山好之类的东西 所以从小到大的概念 都是台湾特别好 但是就是现在最近一两年 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些转变 不是希望两岸发生战争 是和同无望 然后我的想法是希望斩首 斩首无望的话 我也不是希望说武统去打仗 我希望的是武鹤 当然有很多人嘴里说 这是希望赶紧打仗 希望武统 希望发射导弹 但是他就是嘴上说一说 你问到他真的心里的说 如果这打仗死很多人 怎么办怎么处理的时候 他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不希望说 一定要武统 看看伊拉克利比亚 看看这些地方 看看这些残的人 当然你不关心 你是个没有人性的人的话 可能不在乎这些 但正常人 就嘴上我们放好嘴炮 心里不一定这么想 其实雨显还有 雨显的粉丝们 我跟各位讲 合同还是有望的 但是要一点时间 绝对不是一处可及 因为像我的了解 因为像 现在 国民党现在也在检讨 他自己为什么会失去政权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是 国民党的一些青壮派 他要出来 像我知道其实国民党里面 也有一些人才 他们现在在 就是在做调整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这个政党 已经成立100年了 创立这个国家100年了 他还是有一些 他本身自己的一些老问题 他现在就是 他们一直在做调整 因为像之前 就是大家如果有 有在注意台湾这边新闻的话 可能就会发现有一个新闻 就是国民党里面 桃园市党部的余北城 他是少将退役 他好像被开除党职 他好像他主委职务被开除 但是他好像还是党员 这个就是一个很争议的一个东西 因为国民党那些高层 那些老一辈的还搞不清楚状况 像那个什么黄复兴党部还在骂 说你余北城你搞什么鬼 你每天你不去推行党务 你在那边给我开直播当网红 那你就站出去当网红 那些老一辈的人还搞不清楚 您的想法是觉得就是 合同有望是 如果说国民党可以再重新执政的话 还是有探讨合同的空间的是吗 其实也不是说 应该也不是说 因为国民党他只是一个怎么讲 在我看来 如果说前选前白的讲 就是国民党他应该算是比较会执政 但是他不会选举你知道吗 他不会耍花枣 他不像民进党他也会选举 就是多讲一些散动性很强的 然后就是会 对啊很容易就是会断章取义 然后就会扭曲一些事情 然后就造成人家说 对啊对啊怎么都欺压我们台湾人的 然后就是操弄这种民粹有没有 不是就我提的问题 问题就是刚才不是说吗 您说还是有合同的希望 那就目前来看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吗 所以我问您如果说是合同希望的话 是您觉得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话 还有合同的希望是吗 应该是说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这个状态 那我换个问题吧 就是说如果说 因为毕竟最近四年之内 几年之内 包括下一届的话 国民党能当选的可能性也非常的低 您在台湾应该更了解 那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一致执政的话 您觉得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 有合同的希望吗 民进党继续执政只是加速统一而已 因为我们台湾的经济会越来越差 你中国大陆你们经济会越来越好 你们国民属的会一直增加 他只是加速统一而已 只是我觉得好像一般的台湾人 好像看不清这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觉得他们很笨 尤其是年轻人 一直想不透这一点 我就搞不懂 他们怎么会这么相信民进党 他们就是一直从各方面 民进党聪明从各方面去着手 包含教科书他也改了 什么三国历史 他也要给你删减 对啊 反正他就是 他讲的好听是说什么 什么台湾优先 我们台湾的历史都搞不定了 你还要去搞世界各国历史 可是问题是在我看来 我是觉得这个很奇怪 你这样子教育 这种教育 你把我们年轻一辈的教育生 井底之蛙 除了台湾 其他都不知道 这搞什么鬼 我也看不懂 我觉得这个 对啊 各方面的这种方式 应该是要换 换人执政才能矫正过来 像当初蔡英文竞选的时候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有大陆这边朋友都这样 我当时包括很多朋友都是希望蔡英文连任的 包括当时台湾媒体报道说 大陆在干预台湾竞选 最后蔡英文连任 然后没话了 就是干预你竞选 那应该按照就是台湾 台湾那边朋友想法的话 大陆应该是不希望蔡英文连任的 但是好不容易报道了 大陆你干预我们竞选怎么样 结果蔡英文连任了 但是你要问大陆的朋友 你要问大陆的朋友说 希望蔡英文连任吗 就是我是第一个 去双手加双脚赞成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他继续这样的执政方针的话 只是加速统一 所以我刚才就说 他很会操弄民粹啊 他们选举真的是一流 像我也是跟我一些朋友 那些公司的同事 那些比较年轻的讲 我就说 如果大陆干预台湾选举这么厉害的话 你民进党怎么选得上 这重点不就这样吧 如果他真的像民进党讲的那样 他那么英明神武 对不对 这么有效 共产党这么有效干预选举 他怎么选得上 有朋友 下面有可能有很多朋友想跟你提问 因为就每天的连线很少有台湾的朋友 之前有台湾的那个陈先生 也跟我做过连线 然后也经常看我的频道 有朋友在下面问 就是为什么会有817万的人 给蔡英文投票 就是您的感觉 就是年轻人啊 大部分我了解都是年轻人 因为民进党很厉害 他就一直告诉年轻人说 你不要投给国民党 国民党都清中 会卖台 会把我们台湾卖掉 你如果投给国民党的话 以后连这基本的最少最低工资 23k 2万3台币都没有 你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就是用这种啊 你懂那意思吗 那就是这样子 下面还有朋友问 就是那个 关于改教科书 改护照 然后改中华民国台湾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就是国民党吧 不出来反抗 不出来抗议 其实国民党有看一样 但是下面有人问啊 应该是这样讲啦 因为 因为我整个说 他很会操弄民粹 他就是 他就是很会耍花招 就是操弄这种意识形态嘛 对不对 就像这两天 本来 好像大前天台湾有一个新闻说 美国要考虑跟我们台湾建交 我心里一听就觉得 怎么可能啊 拜托 对啊 反正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子 这种套路就是用拗的啦 你看像之前 选举前 对不对 民进党说 什么台湾独立 要建立什么台湾共和国 选到之后 那个赖金等也是这样讲说 没有啊 我们本来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用再另外 做那些多余的事情了 那个我也有看到过 哇靠 对啊 反正他们大概都是这种套路 他们都用骗的 用凹的 对啊 都是偷偷的就是给你抽换概念 大概就是这样 他们就一直操弄这种意识形态 所以说 像我 之前我是听过那个于北辰 他的直播 我觉得其实于北辰很聪明 他不愧是年轻的年轻辈的少将推移 他很年轻耶 他少将推移 他就不 他就没有继续当了 我在猜如果他继续当 搞不好他会升中将 对啊 他就有提出说 要怎么样去反制民进党这种 这种谎言是这种骗人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于北辰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他在国民党里面 他是终身带的嘛 他说上面还有很多很资深的学长 听不进去他的建议啊 下面还有朋友提问啊 就是说您是支持台湾独立 还是您是支持两岸统一 我我我是中立的啦 我我没有我没有支持独立 我也没有支持统一 就是维持现状啊 啊就是维持现状中间派 就有也算是之前算是 国民党的执政方针吧 就维持现状 对对就是维持现状 因为我于先我告诉你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维持现状 是因为怕一旦统一了 我就失去什么东西了 比如说我的我的生活水准就降低啊 就一大堆大陆人过来跟我抢工作 对啊就有点像台湾目前 现在这种情形就越南的外劳 大量嫉妒台湾 然后很多那个很多工作机会 都被外劳抢走了 但是但是其实如果如果您来过大陆这边就知道 其实很多台湾台湾的朋友在大陆工作 但没有人会担心他们过来抢工作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 就抢工作 就怕抢工作也算是政府的一种宣传 就比如说我们跟大陆同一了 或者互相流动非常方便了 他们的人会过来大量的抢我们的工作 大陆人也很难啊 大家也在互相之间抢工作 这不叫抢 你有能力就有好的工作 你有能力 你去美国去德国去日本去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在国内都能生存下去 你没有能力 比如说像香港的废青一样 你只能靠着那些CIA接上给你钱 你上街去游行去暴动去拿这个钱 你不拿这个钱 你没有收入你没能力 然后你说大陆人来香港抢我们工作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扯淡的 这不是说您说的不对啊 就有的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跟能力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我是大连市的 大连有一个县叫长海县 上面是主要是养这个养生的海生 然后长海县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它有七个岛 到现在也是长海县的话 如果你不是长海县本岛的人 你是不可以在那边工作干嘛的 所以他们的收入非常的高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就我的同学长海县的 他们收入比大连市内要高很多 包括像这个澳门可能有类似的一些规定吧 然后那台湾 比如说如果是规定了 那台湾如果是回归了 统一了 只能台湾人在台湾工作的话呢 我估计台湾人也不会愿意 因为毕竟有很多高端人才 也有大陆过去工作的人嘛 对啊 可是 可是我告诉你 台湾人就是这样 他们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大部分的台湾人 他们会怎么想 就是我刚才讲 第一个 他们都会觉得 大陆人会过来跟我抢工作 现在这个越南外劳已经多到爆炸了 对啊 已经排挤我们台湾人的工作机会 现在又多了大陆怎么办 而且再来 他们会想 哇 会不会大陆人会不会过来炒房啊 炒我们台湾的土地啊 我前前几天前几天看了一个台湾up主的一个节目啊 就大概讲的和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是一样 就凭什么要统一啊 我们台湾的人均收入高出大陆很多 我们收入这么高 我们的福利待遇这么好 然后之后如果统一之后 我们没有了这些福利待遇怎么办 然后而且你明明你大陆的人均收入比我们低这么多 你有什么脸要我们统一 要我们回归 包括你大陆的怎么说呢 之前不有个服帽之类的嘛 这种东西 然后也没有了嘛 然后他说你大陆每年给我们台湾什么福利的啊 这些大陆的up主听他说啊 大陆每天不是每一年啊 都把这个钱送到台湾 这位up主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大陆没有给我们台湾任何的福利 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政策 也没有对我们台湾好 也没有对我们台湾做出任何的事情 凭什么要求我们统一 而且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收入也比你高 福利待遇也比你高 凭什么要回归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这些 就这是我看一个台湾up主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看到前半段他说的是大概是这个内容 主观思想就是这几点 第一我收入比你高 第二你没有对我台湾做任何有益的事情 第三就是福利待遇相关的方面 就像您说的嘛 你来了统一了我们的福利待遇就都消失了 嗯 就您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他们他们就是有应该是说就是心中的那个恐惧 就是他们就是会怕 因为再加上民进党这样子一直宣传 一直宣传说我不要支持国民党 支持国民党都会把台湾卖掉 对对对 不好意思就下面朋友说到还提到这个炒房的问题 对说大陆人去了台湾 然后本来台湾房价就高 然后这些炒房团一去了去买房子买东西 然后台湾的房价就会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台湾老百姓就买不起房子了 都被大陆人抢走了 然后工作也都被他们抢走了 对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因为这样会怕 所以其实我讲白了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再经过一二十年二三十年 整个中国大陆的你的经济各方面生活条件比台湾好了 自然就统一了 还要打什么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您总结来说 很多比如像您这样中间派的人的想法 等于说其实统一的契机不是在我们台湾人 是在14亿的中国人身上 你们14亿人口好好的认真努力工作 就是这样 以后早晚会遇到这一天 我已经看我已经算准了 我已经看了很透彻 而且我其实我问过我身边的人 包含那些年轻人 他们其实他们不在乎 我们的国号叫什么 他们只在乎我生活过的好不好 我会不会失去我原有的东西 我的言论自由到底还有没有 我会不会不小心乱讲话 然后明天我就被抓去管 他们只在乎这些 我的理解是这样 雷阳您说的 其实也差不多 我看台湾安保主要说的都是这些 然后包括我们的台湾护照 可以去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你大陆的护照能去哪里 所以其实从底子里来说 他们是看不起中国大陆的 比如说觉得中国大陆 收入水平比较低 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以外 剩下的城市都非常的贫穷落后 然后大陆人有钱人 也就是那些有钱人 然后穷人非常的多 而且大陆的体制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两岸统一的话 会不会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然后会不会一帮大陆人 像炒香港房价一样 去了台湾去炒房价以后 台湾就变成和香港一样 房价特别高 普通的台湾民众买不起房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陆人 他们会怕这样子 大陆人收入这么低 然后有什么理由 去要求我们台湾回归之类 大概就是说来说去 都是这么几个观点吧 然后您的观点 我总结一下 就是您觉得如果 就是现在不是一个统一的 合适的契机 加上现在武统的话 也不太现实 如果说再过个几十年吧 二三十年吧 大陆真的发展的特别好 发展到台湾这边 台湾民众羡慕大陆的时候 觉得大陆发展好 然后台湾特别落后的时候 就不需要大陆动武 就和平统一了 是这样吗 对 我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可以理解成 就是现在的绿媒 就是民进党的媒体 包括蔡英文 就是花钱去宣传自己 宣传这些东西 就花钱雇人宣传嘛 是不是因为他怕台湾的年轻人知道 或者没有去过大陆的台湾人 知道大陆现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才会绿媒的媒体 以及他花钱雇佣的这些 网络宣传工具都在宣传 就是大陆的状况怎么样 大陆多么的不好 其实他并不是要 引发两岸的仇恨 他只是怕现在的台湾人知道 现在的大陆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他只能说大陆现在不好 他应该是这样理解 就是他只会讲大陆不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他绝对不会提 你放心 你懂那个意思吗 反正他就是把中国大陆妖魔化 然后再给国民党贴一个标签 你国民党就是亲中 投给国民党就会把台湾卖掉 大家就怕 对对对 赶快就投给他 我的理解是这样 而且就像我问 我周遭有很多年轻人 我都问他们说 他们怎么会投给民进党 他们就跟我讲说 我觉得蔡英文好像没有很坏 我说可是民进党里面都是一些垃圾 然后对 我是跟年轻人讲 我说国民党虽然也有垃圾 但是我看起来 国民党还稍微好一点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就是怕 就是怕真的被民进党讲中 就是我偷国民党执政 然后我在跟他讲 我说以前马英九执政八年 国民党八年也没把台湾卖掉 他们就说 可是这次不是马英九 这次是韩国语啊 你要怎么办 就是所以连我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大陆朋友啊 反正就是连我都不相信 韩国语执政以后 有可能和平统一也好 或者怎样统一 不可能 包括很多大陆的朋友 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但是台湾的年轻人 相信韩国语执政的话 两岸有可能会统一 韩国语会把台湾人卖给这个大陆 是吗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韩国语他是陆军官校专修班毕业的 他以前发表的论文叫做什么 如何应对什么中共统战 他以前就写这种论文 他怎么可能 我也搞不懂 问题是他们就是相信 民进党讲的那一套 民进党就是宣传有效啊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了解到是这样 好的 特别感谢您的分享 就是我可能会把这个东西 咱俩的对话就是剪成视频 但是剪成视频以后 因为您提到那个喝蛋的事情 在前面有些没看完的朋友 可能会就在下面直接 直接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但是您别介意就行 这就各有各的观点 有点包容性 咱也不能说绝对的百分之一百 一万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啊 我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像大陆很多人就骂说台湾的愤亲嘛 什么决亲嘛 那无脑决亲 那大陆就是很多一些愤亲嘛 什么五毛嘛 我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都有这种人很正常啊 对啊 我是觉得 对啊这个都很正常啊 对啊 好的 我也大概了解你的观点 最后希望其实如果疫情过去以后 有机会上大陆的城市转一转 不管是哪里的城市 重庆四川啊也好 嗯嗯嗯嗯 好的了解了解 那希望你们有空也可以过来台湾玩一玩啊 好的能去就去 现在有点难 其实台湾 其实台湾不错啦 因为像我之前我认识的大陆朋友 他们有来过台湾 他们甚至去到台湾的南部什么台南高雄 这个政治版图上已经绿到不能再绿的 对不对 也没有也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说啊你这个是大陆人啊 我们要打他要骂他也没有这种人绝对没有 对啊 那个都是民进党 他故意就是一直选 他每次选举的时候就是故意操弄这种民粹 等到选举完了谁还跟你谈这些东西啊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对啊 好的 其实你要特别进去厦门就行 厦门好像是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非常的好 我是在大连市嘛 那个时候就非常好 而且离得特别近 而且台湾应该挺多朋友经常 在以前没有封闭的时候 往返于厦门之间吧 应该都知道 因为您刚才说大陆很多朋友嘛 但是您从来没有去过 所以我建议有机会去转一转 可能比通过朋友介绍或者网络上 或者媒体宣传看到的东西要更真实一些 嗯嗯嗯 了解了解 好的 特别感谢您的连线 因为之前您打字的时候 头像是个大姐 一连线突然变成男人的声音 好多人还说呢 说我胡说八道 我说我连线个大姐 没有了 那个是我女朋友 对 好的 特别感谢您的分享 有机会我们再联线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再见 好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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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